班铁翔61岁大婚 老婆百万婚纱曝光 要婚礼而紧张吗 61岁第一次你说紧不紧张 天哪 实力派演员班铁翔 曾演出一把亲的士官长老龚 他两年前和老婆登记结婚 终于要在11月10号不办婚礼啦 夫妻俩进来忙着筹备 17号先进棚拍婚纱照 C令身上难见百万梦幻婚纱 可是小度曝光哦 现场也大方轻轻爆爆 好甜好闪哦 两人为了婚礼也做了不少努力哦 我瘦了六七公斤 将近一个月嘛 现在71公斤附近 我希望是可以达到65 66左右吧 因为我老婆每天在那边耳提灭灭 老婆你肚子太大 你那天结婚上台 你要这个样子 我就不跟你上台 其实我父母还在的时候 我就一直就催促我结婚 但是我好像有恐婚症 只要一提她结婚 我就头皮就炸了 我觉得一个艺术家 他如果说 他要是有结婚 有老婆 有孩子 他没有办法很专注 在艺术这件事情上 哎呀 就说爸妈要宰的话 多好 可以看到我娶媳妇 这么贤婚能干的贤婚 听起来这两年婚姻生活 应该过得不错 我觉得夫妻真的是互补 我已经够有洁癖 他更有洁癖 然后他的心思很细腻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结婚 摘好了衣服 就把所有的衣服都拿下来 全部重新晾 从那以后我就皮奔得很紧 夫妻就像 就我们讲两口子 就一个口子 一奥一托 合起来刚好 合起来刚好一个口子 这么有洁癖 到时婚你要kiss怎么办 其实我对口红会有点恐惧 那就轻轻碰一下吧 旁边有口水我会把它擦 口红不会擦 我本来要回答说来自 他平常 你来当新闻 执子之手 与子邪老 报道